搬拌 带回家去 那同時我們今天還有一個就是 是许仁东书法展 许仁东老师是我们社区的主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文艺大师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把他的展品做了一个展出 因为这个场域非常的宽阔 所以我们未来就是除了这个市集 我们还会安排这个属于艺文的活动在这边 今年预计会办三场 今天的第一场首发场就是我们许仁东老师 那下一场我们会一样是我们社区的这个知名的这个画家 是郑富城老师 大家看一下 阿嬷长厨这四个字就是我们这个郑富城老师 他所提字他亲自提的 所以这田中这个小田到这呢 他不只是一个很舒服的很舒服的场面 他还是一个属于这个艺文的这个活动场剧 那我们欢迎了所有的好朋友们 你们如果喜欢这个都会的这个农村的这种氛围的话 你可以来到小田到在 谢谢 谢谢大家 也可以这个托婴也可以做运照 那将来啊跟我们的卫生所结合在一起 会提供更多的这个老年人还有这个小朋友的服务 那另外我们这个经济要发展交通要先行 那我们这个从北章要到南章 如果走这个省道的话 在上下半时间都会补车 所以现在王县长已经跟交通部积极争取 现在我们这个东张道路 这个北段 从这个台七四甲县 花莲 到我们这个林错交流道这一边 在20 就是8月要东攻 2024年会还攻 那中段从林错交流道到田中高点山这一边 那已经通车了 南沿段从田中高铁站到二水也在6月会东攻 2023年会完工 整个东张道路全长28公里 以后从彰化到二水走东张快速道路 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了 交通便利以后才会吸引企业来投资 另外现在我们在积极开花我们田中高铁站的产专区 现在已经有招商超过6层 希望透过招商也自然 让我们的地方更繁荣 让我们的亲人朋友 我们彰化的子弟 能够在故乡彰化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安身毅命来照顾我们的习惯 大家在共同来努力 让我们的状态更好 更加重要的就是一些老宝贝 他们也都常常出来参与 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澳门会的整个社区越来越有人情味 所以说我们今天地方的特产也都来这边展示 卖得也相当的不错 特别感谢我们的社区 我们田中市职位 我们的福利会 还有更加感谢我们王县长 很支持我们这个的活动 希望把县政府 又有一点支援 然后透过社区 然后让我们附近的人 大家一起来结合成为一个很薄弱的一个经济主 在这边感谢我们王县长 谢谢